英伟达最大的对手出现了,但不止是AMD,一周涨价30%,单片售价超10万。 人工智能的火热,芯片的短缺,让英伟达A800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银通货。 趁此东风,英伟达CEO黄仁勋一举成为和马斯克并肩最受瞩目的企业家之一。 英伟达的市值也飙升至1.17万亿美元,成了市场上最热门的科技公司。 然而一面是高端AI芯片的稀缺,一面则是摆模大战,下游对算力需求高涨。 面对才不过刚刚起时的市场,大大小小的竞争对手们都在分离追赶。 他们希望打破眼下AI芯片等于英伟达的格局,从这个万亿级的市场里分的一杯羹。 就在7月11日,英特尔在北京发布了专供中国市场的AI处理器Gaudi2,它对标英伟达100系列。 专为训练大语言模型而构建。 Gaudi2的推出,意味着AI芯片市场里又有一位巨头下场。 在英特尔之前,AMD也推出了自家的AI产品。 英伟达、英特尔、AMD这三家从PC时代就熬战不止的芯片三巨头。 又在AI时代里正面交锋。 AI芯片市场里不会一家独大。 随着一位巨头入场,一场全新的竞逐开始了。 交锋。 急着推出Gaudi2,英特尔向英伟达发起了正面进攻。 PC市场萎缩以及数据中心业务走软,让英特尔业绩承压。 原本是服务器芯片市场一哥的英特尔的市场份额,被AMD等竞争对手蚕食。 人工智能浪潮带来对算力的需求,则让英特尔看到了新的发力点。 Gaudi2由英特尔2019年斥资20亿美元收购的AI初创公司Habana Labs设计。 从推出的一开始,Gaudi平台就是为云端和数据中心提高深度学习训练效率而构建。 发布会现场,英特尔公司执行副总裁、数据中心与人工智能事业部总经理Sandra Rivera花了大量时间介绍Gaudi2的性能。 对比的对象就是英伟达高端GPU-A100和H100。 从演示的数据看,比如说Burt模型与训练,Gaudi2的性能是英伟达A100的1.7倍。 至于更先进的英伟达H100,Habana Labs的首席运营官Itemadina表示, 高端Gaudi2是目前为能够替代英伟达H100进行LLM训练的唯一替代品。 在MLPAF3.0基准测试中,仅有高端Gaudi2与H100能够进行GPT3训练。 从目前的数据来说,基于GPT3模型训练,高端Gaudi2与H100尚有一定差距。 单个H100的性能是Gaudi2的3.6倍。 不过Itemadina表示,随着9月英特尔发布对FP8的软件支持与新功能, Gaudi2的性价比预计将超越H100。 性价比是Gaudi2对抗英伟达100系列的一个核心优势。 Itemadina告诉华为见闻,Gaudi2在运行Resnet50时, 每瓦性能约是英伟达A100的两倍。 运行1761参数Blooms模型的每瓦性能, 则大概是A100的1.6倍。 也就是说,在提供不错的性能的同时, Gaudi2在能耗上明显优于英伟达A100, 并且Gaudi2也能从性价比层面挑战H100。 英特尔也借此成为目前一种英伟达的挑战者中最具竞争力的对手。 尽管通A100类似,Gaudi2为了符合美国工业与安全局相关规定, 与国际版存在差别。 不过Itemadina表示, 中国版Gaudi2在整体性能上与国际版差别不大。 明年计划推出的5纳米Gaudi3, 也会在合规的情况下提供给中国客户。 目前,英特尔以及于浪潮信息, 新华3和超巨变等国内服务器厂商, 以及百度智能云等公司展开合作。 浪潮信息副总裁浪潮AI HPC产品线总经理刘军也表示, 联合英特尔发布新一代AI服务器NF5698G7, 支持巴克Gaudi2。 此外,Sandra Rivera透露, 到2025年的时候, 英特尔会把Gaudi的AI芯片和GPU两条产品线进行整合, 届时会推出一个更完整的下一代GPU产品, 通过广泛的产品线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 镜竹, 英特尔不是首家向英伟达发起冲锋的芯片巨头。 去年6月, AMD也推出CPU加GPU架构的Instinct MI300进居AI训练市场。 随后在今年6月, AMD又通过寄出高达192GBHB罩内存的MI300X, 进一步为满足大模型训练进行优化。 AMD的数据中心硬件主管Forest Norad称, Chat GPT引领的AI热潮让AMD也感到意外, 业内还是迫切希望英伟达有一个竞争对手, 能够在英伟达的芯片之外还有一个替代的选项。 事实也是如此, 日益增长的大模型训练需求, 与产能受限让英伟达充满了幸福的烦恼。 英伟达方面透露, 其订单已经排至2024年, 像H100在明年一季度之前都处于收清状态, 前不久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eek上,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人汪宇也强调了目前算力资源的紧张, 他表示, 部署成本高, 模型算力缺口大以及国产芯片生态需要扩张和构建, 是目前大模型落地的三大挑战。 算力需求持续增长, 以及大模型玩家渴望通过使用更优秀产品, 以减少与OpenAI等厂商算力支持差距, 都让市场里对算力的需求高起, 半导体市场里的玩家也随之迎来全新的机遇。 Sandra Rivera表示, 在一季度人工智能带来的芯片需求, 让英特尔包括Gaudi在内的产品需求翻了至少两倍。 此外, 在AI用力及市场需求爆发式增长的时候, 第四代智强处理器也有很好的市场回向, 按照摩根式单力的预计, 包括英伟达和AMD的GPU, AI计算专用芯片以及这些芯片的外包生产在内, 今年全球AI计算半导体市场年销售规模大概会在430亿美元, 四年内, 全球AI计算半导体市场销售额会达到1250亿美元, 这在全球半导体受消费电子销售放缓, 收入下降预期中是一个增长的亮点, 这个万亿人民币的市场也自然吸引了大小玩家前伏后继的蜂拥而入, 他们相信市场里不只有一个英伟达, 英伟达确实有自己的壁类, GPU相比CPU在并行计算能力, 内存带宽等性能和浮点运算速度上具备明显优势, 英伟达也借此在模型训练和推理上先行一步, 领先了AMD和英特尔等玩家, 英伟达统一计算设计架构, QDA也靠着封闭的生态, 形成了自己的软件生态, 绑定了百万计的开发者, Sandra Rivera也承认, 在目前进行人工智能, AI运算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用QDA, 然而在她的观察中, 很多大模型的开发者不会做这么底层的开发, 会在PiTorch、TensorFlow上做创新, 这也是英特尔等玩家的机遇, Sandra Rivera认为, 软件开发或者开发者生态一直是英特尔的强项, 在数据中心领域, 除了QDA就是英特尔的X86软件生态, 英特尔则希望为摆脱封闭生态系统, 寻求效率与规模的客户提供更具竞争力的选择, 除了英伟达、AMD和英特尔三个芯片巨头, 市场上仍有大玩家摩拳擦掌, 准备下场, 马克·扎克伯格旗下的Meta Platforms在7月18日宣布, 将携手高通, 采用高通芯片, 以在手机和个人电脑上运行Meta新大型语言模型Lama2, 马斯克也在ZE会议上表示准备自研AI芯片, 在火热的摆摩大战之外, 硬件端的战役也已打响, 传统芯片巨头和不断涌现的新玩家们在AI上站得火热, 如今浪潮出起, 一场全新领域里的王者之争, 方拉开序幕, 很多谢你的观看, 感谢接收我们的资讯, 谢谢关注本频道, 拜拜。